那今天呢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我最近开箱的一些花给大家说一说近期的一个养护和人话说老花姨你有大逢了 我当时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这个我也教给大家怎么做了做一个不行有的话说你这个冷恒保温还不行 你这就你套娃呀你从外边再套个大的你会里面套个小的两成不就保温了两成不行三成啊 有时候还得加温加温你往里边放个电炉子这还叫事吗好吧 看上我们那些花旗那我种了三颗草莓啊这颗是拼兮兮这两颗呢是从淘店里面好吧 是吧是从某宝 这一盆呢是拼兮兮的大家可以看到对比的话是他长的是最惨的一个 是吧好吧用到的土你给他再好这个质量还是差点意思另外两分的是从淘店里面好吧 这一盆是我们从大吉上买的土也就是五块钱一包的那种大家可以看种出来的是这样子这个呢是用我们家的土种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吗你的话说问我有什么对比有什么差距我们用到的肥料跟光照养护都是一起的这个大概有多久了 有半个多月吧一个月了快一个月了是吧你看差距就立竿见影了好吧 有时候我跟话们说我的粗宝你在用土的时候干什么的时候你稍微下点功夫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就像咱们人上学是吧 你看清华大学里面那个宿舍 我连大学都没事 是吧再说盖开一下这个点啊另外呢这三个是傍夜虎伟兰这也是那时候做开箱评测的这都是帮话友们去养的 这个有的话说你我怎么能获得这个东西呢是在我当时开箱的那个视频下面 你们去留言评论的那个才能抽全给你们哈这个呢就是脚紧 啊这个是脚紧有的话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土上面长一些个毛毛怎么办这个丝毫不影响好吧 多给出一些光照啊大家可以看到开的很多的话如果是大家像冬天养个草花 脚紧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哎你看这边还结种子了 脚紧 这两个迷迭箱还刚过来哈这是今天刚过来的两位新同员一个发财数一个金钱数 这个呢就是红背了昨天拍的时候有的话如果上面有黑斑是属于很正常我知道是很正常但是叶子背面的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病 病虫不分家好吧错吧 算了简单的一盖去就行了这个巴西木到现在都没长出来 好吧 我怀疑他就是卖给我一节木桩啊那时候是2块8的平息息 我估计他出来够呛啊 等着他吧好吧出不出的吧 这个就那山乌龟了山乌龟的话 现在呢是 没有长出来新的一个叶子哈 没有长出来新的一个叶子但是有一些个红红的梗他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刚来没几天 好吧 这就是咱们那天是也是在那个 网店上拍的一个月集是吧 都产没了但是心意很多哈 很多的话这都是一个很正常你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落叶落叶很正常你看我的老叶子全没了 新鸭长出来的会很棒还有前面那个小的微月 小的这个微型月节在我修剪之后呢现在又长了一个小花包 月节其实很好养很好养好养到就是令人发指的一个地步 你只要光照啊不是那么特别的毒辣 多给一些光照干了就交不干不交 是吧你只要是不低于15度站完生长一点问题都没有有的话说要万的 要万的都是出现在南方比较潮湿闷着不通风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东西好吧 很多的话我都想要我这盆马蹄莲啊这个不过的话是 是在那个视频下面哈 不过的话我这个明年我也会上一下等到明年春天我也给大家上也不过这不便宜先给大家说六七十一盆呢 像我这么种好的 这种对八九十了你是用我们家花鼠用我们家土种好的话 所以说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啊 能接受的话就行 啊这个是兰花有的话说你们家的泥炭主能不能种兰花这是我们家泥炭主种的兰花啊刚刚浇过水啊有一点点水大的感觉 这是没什么事哈好吧 等到 我的估计还得在一两个月一两个月才能长出来新的苗子他现在还处在一个浮盆化苗期 别的也没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了我们后期小哥种了一个小小的下期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些个我们 花有寄养的一些花吧这是我做开箱 还有我自己养的一些个花到时候也会送给大家的好吧明年春天一导土 到明年再收大家的花好了 咱们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和支持 给大家会带来更多的一个养花有意思的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